这里是今天在Tijuana和San Diego交界的美末边境 那它这个边境墙就是后面的那种像一根柱子顶上去的 那就是它边境墙其实也不是太高 那昨天呢因为有很多的所谓的难民在爬这个边境墙想通过 后来再发生一些冲突 所以他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加固这个边境墙 那旁边就是你看电视机转播车 这些各大门口都在这里来转播 那据说昨天因为这个冲突比较厉害 所以呢边境整个口岸就关闭了 那据当地的人说这些红沟拉斯的所谓的难民呢 他们想就是冲击这个墙爬过来 但他们把那个父女和儿童放在前排 那些精壮的男的在后面 就往上冲 往上冲以后这个边境的警察呢就放那个催泪瓦丝 所以呢就发生一些冲突 然后在这个冲突当中 大概以后三个孩子吸入了一个过量的那个瓦丝 所以就死了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人变得越发严重了 那所以现在呢 墨西哥的这个Tijuana这个市开始要把这些难民往回前送了 就是往英国拉斯前送了 或者是他原来的那个国家 因为实在是很难负担这么样重的就是接待难民的这些任务 那后来他们先扔那些石块 就是往这些边境警察身上扔石块 之后引发的这个冲突 那旁边看了这个就是一个outlet 就是那个工厂直销店 另外它还有一个好大的一个帽 昨天全部人疏散然后关掉 所以今天特别的萧条在这里 所以对当地的这个生活还是有蛮大的影响 在这身上 我真的是不是 了 根本帘 已经给扶椅了 这冲突 都需要 Berkeley